今集请大家先认清两个群组 手机群组和电视机群组 老人台老人家先看电视 年轻人的确少看电视 情愿玩手机、打机、看YouTube 当你有些年纪的时候 放了工回家 情愿低头对着手机 还是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家的电视是我手机的36倍 我承认的 经电视看电视的人 年长的相信是比较多的 不要紧 即是我们大概可以划分两个群组 一个是经手机看的 一个是经电视机看的 即是手机群组和电视群组 问题来了 虽然现在的电视台收入来源 已经不是单单来自电视 还有其他途径收入 但电视台始终有开支有成本 不可能因为电视以外有收入 而因由电视台一直蚀钱 必须是电视能够赚钱 电视以外也可以赚钱 隔壁台开台时很精明 高调玩年轻人市场 成功吸纳一众铁粉 亦成功打造人气男团 年轻人 手机群组 所以群组的观众在网上很活跃 衍生了网上多人谈论 等于一切理论 留意 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市场 手机群组的观众 可不可以带到电视机 每周的收视 答案是不可以 所以隔壁台的艺人 在网络上很红 但出现在电视机上的影响力 就传疑了 隔壁台的选秀节目 除了出了男女团外 也出了不少新面孔 他们主持的阿仔阿女730 做了三百多集 不过 没有一集的收视高过两点 连引以为傲的网上多人谈论都没有 730 仍然是来自电视机的东张西望 他们采访的社会话题是近年洗版之冠 电视机上和手机上都大修旺场 始终电视机不是隔壁台的主场 上年男团就一个救全家 广告上为隔壁台赚大钱 但节目开始已经说过 毕竟是电视台 电视和电视演外都要赚钱 电视广告费是TVB的十分之一 就证明了一切 面对成本上涨 人工升幅 以百万计的电视牌照费 一个救全家 不是长远计 所以隔壁台今年都要变证 电视救电视 一开始主打年轻人市场 大台的老土剧不要拍了 要转口味 但收视最高不是隔壁台的原创剧 是重拍日本的同志剧 原创剧呢? 数字神剧就画铁牢 46岁的女一 亲子剧反而又捧场客 原因何在呢? 因为电视机群组始终是电视机群组 要在电视机吸引观众增加收入 就必须面对现实 做一些适合电视机群组的节目 一直賴以为荣的年轻路线 岂不是毁于一旦? 深水清的朋友 其实不难看到隔壁台初老的进程 计亲子剧打亲情牌之外 亚仔亚女730都变阵了 改由细男团主持 但重点是每一集的嘉宾 上年纪的阿妈级太太 声称就是年轻人了解上一代太太的世界 余子鸣之后是梁泳琪 现在是阿妈级太太 大台未浓 留意吧 节目是不是熟口熟面呢? TVB 的代溝关注组 又再留意吧 从来变阵只是弱势一方变阵 没有人看TVB 要变阵做什么呢? 因为隔壁台电视机群组要止血 物极必反 广告业界已开声 再是男团垄断的话 市场会悶 男团加价会减少广告数量 玩了一年 今年勉强可以 之后呢? 隔壁台再不能单靠男团拍广告全家 电视台始终要自生自灭 手机群组吃香 电视机群组都要 看看TVB 至2021年到今年的举动 隔壁台不变阵都不行 2021年TVB 发力挽回年轻人市场 虽然未至于一击即中 但已渐渐起色 明星运动会带动全台上下一心 年轻艺人担当新剧主角 新剧有口碑有收视 广告商开始认清抵制幕后的阴谋 渐渐重返TVB 星梦一成功令媒体和乐迷的目光 再一次落到TVB身上 TVB 锐意发展音乐市场 四小花就越见成绩 星身不息再绩 Gigi 走势凌厉 星梦二又蓄势待发 TVB 新名电视机群组生存之道 除了高调大打年轻市场 都力保铁饭碗 星期日的新节目 总有歌星在隔壁 可以视作为流行经典的2.0 三集的嘉宾和歌单有新有旧 加上之前的掌门人2.0 The Show Must Go On 更有主持突然之间 会一份空的私家大战 有收视之余 有坚密 只不过是半小时的总有歌星在隔壁 应该可以留到观众了吧 今集或者又会有人问 不是只说TVB 为何这么大篇幅会说隔壁台 首先知己知彼 另外想让大家知道 电视机始终都是电视机 有些事要做给电视机的观众看 我明明只是想简单录一集 介绍《总有歌星在隔壁》 和《The Show Must Go On》 结果弄了彈大龙鳳 我还有很多细节想分享 一集太长了 下一集再继续吧 前前后后写了两天 写完又改 改完又写 都算是大制作 所以请各位朋友 无论来自哪个地方都好 多点来YouTube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拜托拜托 为何只说TVB 只是分享一些喜欢的 不要贪心了 不要大包围了 不要讨好全世界了 免得不同的观众看了 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的 不高兴的 又是我 为何两天后关留言功能 因为节目越来越多 万一看流眼有人搞事 那就眼圈 咯 Hello,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